嗯,hello,大家好,今天是11月11号,美股早盘直播,又是美妙的一天,一大早早盘高开很多很多,然后呢是科技股大领长嘛,因为科技股也是最近沉压最多那些嘛,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QQQ的话呢,它现在是高开的位置会正好在这边左右, 然后呢相当于这边有一个孤岛反转,马上就要逆转了,接下来就看它能不能,会不会在这边被拒绝掉,就是287,因为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有一个压力位,有一个EMA在这边挡着的,然后这边也是之前被拒掉,短暂性被拒掉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如果再看一下DailyGraph的话呢,它也是,对,现在的话就看它能不能上去,然后呢不能上去的话就可能要,就是再次突破这边的话,就可能就会有一个下垂的一个动作了,如果能再次突破,就第二次再突破一下,就是282的话,就跌破282的话, 然后呢整个的话呢,就是今天啊,就是SPY,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话呢,我昨天晚上也在想了,因为昨天晚上是,这个咱们看到资金流入是贼多贼多往背盘啊,就是一大批流入, 然后会不会就是说,再来测试一下,就是这根线,然后稍微再高开一点点,就是在那个高开以后在上面走一点点,碰到357左右,然后马上再被拒绝,会不会是这个局本,这个就不知道,因为这个,这条线啊,我们画的这条线,它其实就是像一个高压线一样,之前啊都是,就是碰到的时候很快就会被拒绝掉, 然后呢,我把这个线变粗,也不能变粗,就变黑色好了,然后稍微粗一点点,然后再lock,对,这条线的话就像一个高压线一样,要么就是高开,啊,这样可以跳过去, 不然的话呢,就之前啊,像这边都快刀碰到的时候就被垫下来了,这边的话呢,是冲上去,blow off top以后就有一个10%的一个correction了, 这边的话也是正好,正好是,就是疫情已经是提前已经在1月份,2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了,但是它非要,美股非要把它推到2月份的,的20号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高压线马上掉下来, 然后以前的话,历史上也是这样的,就是碰到这根线,几乎都会被掉下来,都会被拒绝,就是成长区域啊,就被框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呃,再看看今天会怎么发展吧,然后呢,如果再来有blow off top啊,就是大家也不知道高兴太早, 就是说如果有个blow off top的话,一定要居安思危了,因为这种blow off top是非常恐怖的啊, 然后它接下来要回调的话,就可能不会是10%那么简单了,但是就我们也不在意, 我们做长仓的话呢,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只要,你只要玩那个QQ,呃,或者是玩巨头,对吧, 然后呢,巨头它要是跌了,那你就没事,你就换成TQQ就好了嘛,这三倍做多的,啊,那不就更加好, 那就比如说你80%的仓位已经买好了,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它涨上去,你也不会错过行情, 但是它跌下来的话呢,你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可以,呃,每跌个10%,呃,你换个20%的仓位, 到TQQ,这样的话涨上来的时候就三倍做多了嘛,然后呢,再跌的话,再,再换,再跌再换, 就这样的话就是也可以就是,你有,你有牌可以打嘛,对吧,然后只要,就只要保证在任何时间,呃,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有牌可以打就OK了,然后Goldman Sachs的话,今天就说,说,呃,今天就说年底的话可见3700, 3700的话已经,我们也已经差不了太多了,啊,就差不多百分之,呃,那个百分之五吧左右, 明年的话4300,这是,呃,这是稍微有点,有点optimistic的, 然后呢,呃,美联储呢,说接下来的市场突变性啊,很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呃, 疫苗啊,不会magically solve everything,呃,疫苗的话呢,它只是,呃,而且distribute起来也是会有问题, 呃,也会有时间,呃,就不可能每个人,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拿到,更多呢,会要等到明年下半年, 甚至还有的人可能都不想打,然后呢,呃,这样的话呢,接下来市场啊,可能就是要看经济的monetary和fiscal policy, 这两个要是不行的话,就是,呃,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fiscal policy的话呢, 就是,呃,Nancy Pelosi和那个,呃,Trump administration在站上谈的那个嘛, 然后呢,呃,他们就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因为这个,会不会因为,呃,这个vaccine好消息, 他们就不着急再出一个fiscal policy了,或者再出一个只是小的,那就不知道了, 然后还有大麻何去何从吧,这个,这个大麻何去何从,昨天,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终于,就是solve the mystery,就是谜题终于解开了,啊, 就有个人一直在骂嘛,啊,每期视频后面都会骂,就是说,哎,你是我的,啊,就,啊, 就是怎么说,哎,这个,啊,听了我的操作,听了,听了我的,就是赔钱了,啊, 然后,哎,在哪儿,啊,这儿,啊,这边,就是讲的什么玩意儿, 他可可巴巴,听了你几天妈的都是赔钱,然后呢,啊,还在这BB,听,看看股市听的你的赔死了,我要违权, 然后,这两个说了以后,他还说我输得起的,啊, anyways, 然后他就今天的话呢,他就,昨天,啊,昨天晚上终于披露了,他听了我什么, 然后我就想,哎,我到底推荐了ACB吗,他说,看看ACB盘后6.8了,倒霉了, 怎么听了你的节目,你是我的卷幕人,哎呦,我得,我得吗,这个,我当时, 我们就在stream上 就在bring store 就是说他到底买了什么 可以这么怨气十足 要么UVIX 要么ACB 要么还可能tale away 对吧 然后他还真的买了ACB 然后我们就说 怎么说 他还说 妈的我天天听你说 使劲锡 我要投诉你 投诉谁 我又没老板 你投诉给谁 投诉的那个Susan 就是YouTube的CEO 就真的是 怎么说 我说到的都是 这个再提醒大家一次 这个不是说 我那个 因为这个评论而被伤到了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 吸的话呢 你吸到屎的话呢 你嘴巴会难受好一阵子 但是你吸的是好的公司的话 你屎进吸是OK的 然后呢 我说的吸的是好的公司 屎进吸的时候 比如说Beyond Meat Fasley DKNG 然后呢 还有那些Apple啊什么AMD 他要跌下来的话 就屎进吸就OK了 然后还 那个就怎么说呢 但是啊 ACB 我都每次提到ACB 每次提到ACB 我都会顺带一句 这十八级 就这个人还 还在去 那就 那就只能 没办法了 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嘛 然后来 现在看新闻分析 六分三十秒 今天话新闻啊 就是 昨天下午的时候 差不多晚盘 我做直播的时候 他其实出了一个新闻 那就是 California imposes tougher restrictions on more counties 这个我们也是之前 就是在预测的 就是说 会不会CA或者Nevada 然后那个了 然后 这个就是 就是很多 Indoor的 还有Retailer 都是会被 就是lower capacity 就是说 人不能进去 要么就 对 要么就少 要么就不能进去 但是这个好像没有影响股市 今天股市还高开了 就根本就没有一种 假跌的型号 就是说 如果股市要继续走的话 他很容易用这个 用这个新闻 假跌一下 然后再把它推高 然后呢 这个COVID vaccine won't be an instant stimulus to the US economy wons the economist 就是说 那个 当然经济学家 如果他真的有两把刷子的话 他就不是经济学家 他就是亿万富翁了 但是经济学家的话 也是可 稍微可以听一听的嘛 就是说 他就是说 这个 就是现在的话 大家可能就太 因为这个 疫苗而 那个 就太 太optimistic 然后呢 这个我倒是也觉得 OK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 也是大家要 那个拘安思维嘛 所以这个 大家要小心一点 这个 因为疫苗而 拉得很高的那些股票 就是比如说 有的股票的话 比如说已经回到 疫情之前的那个时候 就比如说 TP2 TP2的话呢 尽量可以 可以放手的 就是你玩TP2 你还不如玩JW 你要是已经听到 我7月份的那个视频 玩了一大波了 你已经挣了很多了 那你可以 现在就走掉了 TP2可以走掉 然后玩JW 因为两个是同样性质的 只不过JW还没有起来 然后呢 还有一些股票像什么 就是我不知道哪些股票 它已经回到 就复苏类的 复苏主题类的 它已经如果回到了 那个疫情之前的 那个价格左右的话 就可以走掉了 因为它 它真正要复苏 还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对 JW的话呢 现在大家也可能很多人 很着急 要不要上车 那我也不能直接 就我只能说 哪个地方是好的价格 可以买入 然后我也只能说 大的方向是怎么样 我不能预判 它短期到底会怎么做 所以呢 我的给的建议呢 就只是吸吧 就是说它跌多少 就是它如果跌到一些 重要的一些支撑位了 EMA了 你就买就好了 然后呢 买好以后呢 它要继续跌 就继续买 然后它如果拉上去以后呢 就是怎么说 它你要是想追的话 也是OK的 然后呢 它什么时候追 就是突破了这个 20dayEMA的话 它可能就会像TPR一样 就拉上去 就是如果什么时候突破这个了 它可能就会走了 就是这根线一定要看 就是200dayEMA 200天的那个EMA 然后TPR的话呢 也是就在这边 先被拒绝了一下 回到之前的均线密集区 然后再拉上去 所以如果要参考的话 也可以参考一下 它也是13块钱 涨到了15块 16块钱 然后它回到那个均线密集区 然后呢 它再拉了一波 就尝试了一次 200天均线 没有成立 没有成立 然后呢 马上就了 就是回到这边 找了一下支撑以后 就一炮冲天了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JWN JWN的话呢 也已经从那个 这个就是 12块6 涨到了17块9 然后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回调的话 可能会回调到14块吧 或者就最好的 如果能回调到14块 真的是可以谢天谢地了 但是呢 就是那个时候 就大家不要问我 14块要不要割肉了 这个时候是 可以谢天谢地 进仓的时候 然后呢 他就看他能不能短期 会不会是尝试一下 这个 然后回到这边 然后再上去 然后也来一个 也来一个就是 啊 就是洗盘 啊 这个就 这个就不知道了 啊 然后呢 啊 下个新闻 啊 然后 呃 Walter Bloomberg 又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Till rate 又是那个downgrade 我现在看大麻怎么样了 大麻的话呢 ACB跌了16.87% 啊 这个ACB 现在大家就知道 什么样是 什么意思是 垃圾先飞 然后跌的也最狠了吧 这个也是 这个教科书也是很好的吧 就是走了个 走了个middle finger给你看 然后就是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呢 他先 他就是从高点14块钱 14块6 一下子两天内 给你跌到7块钱 6块8 你说这个公司 你睡得着吗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 就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很hesit的 但是呢 一般来说 他这个行情啊 不会说是起来一下就好的 一般来说 会起来两三天的 对吧 所以我当时也是说 你要想玩波段 也可以玩的 但是绝对要小心 他玩个两三天的时候呢 就哎 可能就 我当时没有说玩个两三天 我当时也不知道 会几天 但是我说说随时 你就一定要准备好止损 然后一定要准备好 当天进 当天走啊 就是说 因为这种垃圾股 要是跌一下的话 你会跌的 头都没的啊 所以呢 这个现在的话 快回到之前位置吧 然后可能什么时候会 再反弹一下呢 可能6块24嘛 但是这种股票 就说实话 就是除非你有经验 你去玩波段 OK的 但是你要是没有经验 市场小白的话 你就不要抱一个赌 赌徒的一个心理去 玩ACB啊 你会亏的就是 你老婆都不要你的啊 所以呢 一定要小心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对 这另外的股票还跌的还行 就是另外的大麻股 Tillary也是一个大垃圾嘛 就是说 也是跌了很多的 然后 IBM和AMD Announce Joint Development Agreement 就是IBM和AMD 那个 就是同 就是合作了 但是呢 这个其实也不 不算是因为 AMD今天涨的消息吧 只不过就是 今天就整个情绪很好 AMD也涨上去了 但是整个来说 AMD的话呢 就是特别好的公司 你去吸好了啊 这实际吸 没事的 然后呢 Pfizer BioNTech reached an agreement to supply the EU with 200 doses 就是这个 这个是昨天嘛 昨天说的 就是他们在讨论 然后今天是 敲定了 然后呢 Goldman Sachs的 这个就是 我们题目刚刚说的 就是说 4000 30007 就是year-end 然后4% 然后呢 Goldman Sachs S&P hitting 4300 by year-end of 2021 然后呢 就是再拉上去吧 然后呢 然后Goldman Sachs Lift 对 就是说 那个今天 就是今天他们说 还会拉得更高 然后Lift的话呢 就是 昨天出了一个新闻 他说 这个 昨天出了一个新闻 Lift 他是要做 外卖了 好像 要做外卖了 然后呢 这就是为什么 可能很多人 就是Lift 就大概 大多数还是 raise the price target 然后这个的话呢 炒个小波段 也OK吧 但是 个人觉得 还是Uber睡得着 着一点 因为 我个人是 更多用Uber的 然后 对 就是 就个人 自己喜欢用哪个 就卖哪个 你要是更加喜欢Lift 那你就用Lift 这个都是OK的 但是 我要跟你们大家说 就是 这种Right sharing 这种Geek economy 就是说 社会资源共享 它是有一个 scalability的 就是说 你的那个规模越大 你的成本越小 所以 接下来的话 哪怕 哪怕Lift 尝试 那个delivery food delivery 那种 服务啊 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还是尽量觉得 Uber更加稳一点吧 然后 Mortgage demand from homebuyers drops to lowest level in six months 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我看一下 怎么说呢 就是 这个的话 我们之前也是说过的 就是 9月份 9月份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打过招呼 就是说 这个 就是房屋 任何房屋有关的 就是说 跟home sales有关的那些 可能接下来 就已经是 9月份 10月份 就建了一个顶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不会是房市 一直活跃的 所以呢 你不要在房市最活跃的时候 你给我去买个 买个有利于 就是 就是受益于房市活跃的 那个股票 因为 因为这种 大家不可能一直买房子嘛 然后我们也是说 11月份 很可能可以跌下来 11月份 12月份 很可能是一个冷却期 所以 这个也是新闻出来嘛 也算是 就是 就是认证了我们说的嘛 认证了我们的一个猜想 然后 Fed Resolgan says Next six months would be pretty choppy despite vaccine news 就是说 就之前我们 那个 第一页说的 说的那些 然后呢 他就说 他觉得 明年下半年 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一些数字 就是说 那个时候应该 vaccine已经 wildly distributed 然后呢 但是 接下来六个月呢 就是说 虽然有疫苗 但是疫苗的 疫苗还不是 用的那么多 就是所以 接下来可能会 就是更加 对 就是说 疫苗的话 虽然有疫苗 但是 市场还是会大 大概会非常trapy的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小的消息 然后 covid vaccine won't be an instant stimulus 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 10点半的时候 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 大家都在说 这个事情 但是 但是大家都在说 这个事情的话 就不知道 这个市场 会不会 就继续 就是 就是往上 走一下了 这个就是反套的 往下走的 然后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 现在就是环境分析 稍微等一下 15分50秒 环境分析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看跌的期权 其实昨天也是买了很多 但是昨天的话 买了很多的人 其实都是多空双杀 最后都没跌下去 所以很多 就是看跌的期权 也是跌掉了50% 甚至更多的一些价值 然后呢 很多看见期权呢 还在 有很多在340 有很多在300 就是340 一路到350的时候最多 然后呢 13万 13万的话 13万在每一个 是100个SPY 你这个就要 这个要小心一点 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就是7万 8万 9万 8万 特别多 然后这边的话 看多的期权 其实更少 所以呢 今天的话 确实就是 市场的惯用套路 就拉一波 就把这些人都pay out 因为他们才是市场上的少数的 就是一般来说 大部分的期权 玩期权的人是认不到钱的 所以呢 他们就会往人少的那一边推 然后这边人更少一点吧 就可能就往这边推一下 然后往这边推了以后呢 接下来就不知道 他今天会不会来个多空双杀 就是说 他推这边的时候呢 这边肯定会价格更低嘛 就这种一块钱的 可能就变成三毛钱 两毛钱的 五毛钱那种 然后呢 这个时候会不会他 先是推一波 或者早上的时候 推一波以后呢 就下午 他们在自己 就是卖掉这些期权 然后呢 再买入这些看跌期权 然后呢 下午的时候再转跌 那就不知道了 这个就是要 大家要小心的 然后呢 然后 对反正 非常volatile 就是340和365 这边都有 很多人都在 这个区域 可以bet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的 这个数据啊 这个医院数据的话 没有太多更新 今天没有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不说了 然后那个covid-19的话呢 今天是少下来了啊 然后呢 死亡人数也是在 就还是保持在很低的地方 所以很好 Canada的话呢 就是有点啊 有点那个傻子 啊 然后他就拉上去嘛 然后这个死亡人数也在小增高 但是这个 还对 就是就是这样吧 就是就没有什么话说了啊 United Kingdom的话呢 也在高危 但United Kingdom应该接下来 可能会在这个就就相当于这边一样 就是April 就是4月份到5月份那样 就横在那边可能横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已经 已经封锁了 所以呢 接下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那种 在break out 所以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travel number的话呢 昨天的是啊 11月10号的吧 昨天的话就没有太多 就是说没有一个 就是其实少了 人少了很多 但是呢 呃 就我们就这个就看什么时候会有一个headline 对吧 啊 就是说 比如说那一次到100万的时候呢 啊 我们当时还错过了那一天 但是后来看到100万 然后呢 新闻还真的出了一个100万 啊 airline就拉上去了 然后呢 呃 Fursley的话呢 今天的话其实啊 我们如果看大盘 呃 如果看那个呃 标普的大盘的话呢 它是 它拉的也是很准时的 就比如说 今天呃 呃 它拉的一大波呢 是其实是昨天11点钟拉上去 然后呢 昨天也是 呃 呃 这是November 10 然后这是 4点钟 然后啊 8点钟拉上去 跟着中国市场一起拉上去一波 然后呢 在这边 1点钟的时候 半夜1点又拉一波 小一波 但是最主要的是3点钟拉的 3点钟拉的那一波是谁呢 谁呢 是谁 是他妈的是谁 呃 是是那个英国啊 英国 他这个就是 昨天就是开了以后呢 高开了以后呢 就一直在走了 呃 他就看他今天 今天大家也可以就是 就是借鉴一下这个走势啊 这就是他呃 也是高开 然后就是低的就是高开冲了一下低走 然后但是他就他如果接下来第二两个candle跌不下去 一下子就买盘就有就是一直撑着的话 很可能接下来会上去 就是说你就看buying pressure有多大 然后呢呃 forsi的话呢 呃 就整个啊 就是说大家还记得吗 这边很多人就是还在要看空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边出了个封锁的消息了 然后我们周末还特地喂了一个鸡汤 说周末这个呃 疫情封锁不会导致股市跌的 呃呃 就是如果是跟三月份一样的话 疫情封锁倒是让股市涨起来了 就是说那个经济封锁的时候 那个消息出来以后 这个股市倒还涨起来了 然后今天的话呢 他也是就是他也是一路涨得非常猛嘛 从5600直接涨到6300 但是这次会不会现在会不会有一点running out steam 要不要有个correction那就不知道了 他就跟美国市场涨了一样嘛 然后呢 DAX的话呢 也是这DAX的话 德国那个涨得还行吧 就没有特么那么亮眼 然后他也是跌不下去以后 就在这边高着盘了 他但他也没有拉上去 然后呢 这个也是他的daily graph 他也没有什么太耀眼的 然后今天的话 dollar也是涨上去了 dollar涨上去了 所以就gold和silver也跌下来了嘛 然后在那个crew oil也是涨了 然后因为他opac有了什么消息 他就说就是接下来只要条件允许 他都可以就是cut extend their cut啊 就是supply减少 就是说油石油产量可以减少 石油产量减少的话 就可以维护这个价值了嘛 然后这就是今天的一些啊 对啊 今天还有什么 这份我们再看一下好了 啊对 我现在就是每天早上直播都早了啊 然后那个apple的话有个buy rating 阿里巴巴也有个buy rating 然后Aurora cannabis是sell rating 然后tillery sell 哎 type of shit buy type of shit 大家就现在就不要买了 就是说你现在玩type of shit 还不如玩那个 还不如玩JWM 啊 因为你你现在以为JWM涨了很多吗 你看看type of shit 涨了更多 涨了是他两倍多了 那你就现在就不要玩type of shit 他跌下来的时候也很恐怖的 amazon buy 啊 然后facebook buy canopy grabber buy 啊 然后但是他是0.1颗星的 那就还算了 啊 microsoft 哎呀 这个有个1.6颗星的buy 然后acb也在就狂踩嘛 大家都在踩了 现在啊 就大麻股票 我之前也说过嘛 大麻会sell the news的 但是呢 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你只要在好的公司里面 你只管吸大麻 就是低吸大麻就OK了 就是说好的公司啊 再强调一遍 好的公司啊 好的公司是什么 我们之前也做过视频 还弄了一个tier list 就是说级别的一个s tier a tier 啊 b tier 都都弄过了 就等你们吸那些就好了 不要吸acb啊 acb的特别你吸得呛你一嘴巴 然后呢 然后这就是环境分析 现在我们来看走势预测 今天今天时间控制蛮好的 以后就这样 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做成那个啊 对啊 走势预测的话呢 现在我在看啊 就是他会不会再继续升高啊 他就是在尝试凸 就是就尝试在这边 因为就是线 就是我个人感觉啊 在这边进来的人 可能很难解套 就是说市场会不会就是这么容易让你解套 这是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点就是一个大量的放量的去下跌的点 然后呢 如果我们把这边看成一个下跌的点的话 接下来的话会不会就是 一个阻力啊 可能会是呃 359吧 因为再高上去的话呢 可能就会就是 就是会有人可以开始解套了 呃 然后这是一个红线 然后呢 会不会呢 就是接下来就是小 呃 等啊 我怎么弄啊 我这个线画一条 发到紫线吧 就是会不会在这边 碰到这边 然后假的就假装突破一下 然后再拉低 开始走 然后在这边再 再bounce一下 然后再下来 就我们我们一直在尝试画渠道嘛 因为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之前的话呢 就是画渠道的话呢 你就会很容易就找到一些规律 然后呢就会变成easy money 像下面呃 这边有一个渠道 对不对 但是这个渠道的话 后来要很久很久才能画完 因为这个就是要等到这个点才能画完 不然的话 他都是就突破 还假突破一下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也是就有点不规律 但这个下降的渠道就特别规律 所以这波tqvp我们也赚了不少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现在就看他这个渠道到底会怎么样完成啊 现在的话呢 就是看他能不能就是突破一下这边 然后呢 因为如果啊 就是如果很多人 就是之前的话是很多人在看跌的 然后这次如果U上去的话 会不会就是套牢很多人 套牢很多人以后 在在那个 在在这边 就在在突破这个线以后 再开始下跌 然后就 对 这样的话就两拨人套牢吧 然后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很多地方 放量的地方呢 就是还是在高位嘛 就是这边有个放量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也放了量 但是 量都在这边左右 然后呢 啊 这边低处的时候没有吸货 没有做任何的吸的动作 就是量很少 就没有吸 然后呢 对 我们看一下 好 量量最多的时候放在这 但是呢 这边的地方呢 就是量 小的可怜 然后呢 拉上去以后呢 量就多了 就是说 所以他特别就在这边 这个地方 在就整个在出货的状态 然后今天再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呢 就再是 在这边 在我们就先来看看 他到底会不会在高处 这边放很多的量 然后呢 再再下来 啊 然后就就看看这个 今天就是看这个 会不会有这个走势 但是短期的话可能还会涨 短期还会涨 然后再下来 啊 对 这是我的一个预测 然后 啊 但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策略是什么 就是你要是怕的话 你就买QQ 你就买SPY 就你可以先买QQ或者SPY 然后呢 然后那个买了以后 他如果跌了 然后你再换 再换成比如 就这样的话 你行情也不错过嘛 但是你要是 你也可以挣到钱嘛 一年差不多10%到20%什么 都完全不用着急的 这个都是肯定的啊 你玩QQ SPY的话 但是他跌下来的时候 你可以换啊 你就可以换成 比如说啊 QQ跌了 你就看哪个巨头跌的更狠一点 Amazon对不对 Amazon你就换成Amazon 然后你就把一波QQ换成Amazon 然后Amazon涨上去的时候 这个就涨的速度肯定会比QQ快的嘛 然后如果QQ和Amazon很多巨头都一起都跌了很多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换成什么 呃 两倍做多QQ的 然后也可以换成三倍做多QQ的 这样的话你就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拉上去的时候 你有你也有钱赚 跌下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笑 因为你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会笑着把QQ一部分卖掉 然后换成三倍做多QQ 哎这样的话他反弹的话呢 就你可以赚到更多嘛 然后呢 再再跌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换更多的 就是说但是这个仓位 你一定要控制住 就是说你要预想 他最坏情况可能跌到哪 然后呢 最坏情况要准备好 就别你太早 如果你过早的买QQ啊 你过早的买QQQ 那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回本 你现在也回本了 你也回本了 就是说 那你过早买QQ的话 他可能还会从66 跌到36 这个地方就也是蛮淡疼的 虽然他马上会运回来 但是想到这个还有36这个钱 可以拿 你在66买的话 你也是很气人的吧 所以这个话一定要小心 没有 对 就是一定要就 管理好仓位 然后好 今天的话 浓缩版就到这 不是所谓的吗